你好 今天老胡要回答一个非常重要 并且被经常问到的问题 就是一个频道或者视频的点击率 究竟是多少才算是及格 到多少以上又算是优秀 整个YouTube这个平台上面 大概平均数是多少 我要知己知彼 看看我在整个生态里头 算平均的还是算优秀的 好 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 首先要定义一下 什么叫点击率 要讲清楚点击率 要反过头来讲 什么叫做展示 展示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就说 我让你看见我的封面图一秒钟以上 注意 我重复一下子 我让你可能看见我的封面图 超过一秒钟 这个就是一个有效的展示 可以展示在一个主页上面 可以展示在推荐页面上面 可以展示在你的大电视上面的 或者是其他的 反正油管能让你的封面图显示出来 超过一秒钟 你才有机会去点它吗 什么叫点击 点击是点封面图 是这样一个概念 你得点一个链接 不算的 点封面图 那你讲显示一秒钟 并不等于讲我看着它一秒钟 然后来点击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一下子 哇 主页给你显示20个封面图 在右下角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它 它显示了超过一秒钟 但是你看也没看它 根本就不可能去点击它 但这是一次有效的显示 一次有效的展示 但是你没有点击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首先要展示才有可能点击 展示100次 你被点击多少次 这个就是点击率 好 讲清楚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就回答 这个平台大概是多少 是一个及格的水平 告诉你 以前油管告诉你 大概整个平台的话 会在2%到10% 因为整个分布非常之广泛 如果你去到你自己的频道 这个后台去看一下 你的频道的点击率的话 它是每一个视频都不一样的 相差非常大 低的可能是1%点几 高的可能是10%几 20%几都有 每个人的频道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有些封面 你再怎么做 它都不可能做的那么性感的 它这个主题就是那个样子 你不可能每一个封面 都放一个封面女郎在上面 对吧 所以这个是跟你的内容 决定的 你只能在你的内容的范围内 尽可能的创建一个 有吸引力的这样一个封面 要挖掘点击率 为什么高和低 你应该在视频层面上来看 点击率很低 只有0点几 1点几 这肯定 不用说你再是讲什么 枯燥的题目 这也是糟糕的一个封面图 肯定是可以改进的 如果是一个封面图 点击率是20% 那你就是再怎么样 去跟别人比 这都算一个相当不错的点击率 好 有了这些基本概念以后 现在来看一些具体的数字 这个是我看到的VitIQ 它在一个月前做的一个调查 它这个样本比较大 有超过1万个投票 你看他们的频道的平均的点击率 是0到4 4以下的有19% 在4.1%到7%到45% 也就是这个只占主要的部分 然后比较高的 比较优秀的这一部分是 在7.1%到10% 也就是说10%以下是占了绝大部分 后面这两极相当厉害的 这个分布图就给你大概有个概念 绝大部分人在这一档4到7 所以如果你的封面图 我不管你的是做的哪个类别 在娱乐类的 或者是美食类的 或者是舞蹈类的 唱歌类的 不管你是哪一类 如果是你在4到7这一档 基本上就是在平均线 不算太差 如果你是在这一档4以下的话 不管你是做哪一个垂直方向 都是算比较差的 当然这次分享我讲我的封面图 一般都是不会有太多的 吸引人的眼球的东西 一般都是讲一个心理学实验 这样一个概念 那样一个现象 那样一个原理 本身这个话题就不性感 所以你再怎么折腾 基本上就是这一类东西 点击率都会比较低 但是娱乐类的 谁谁谁昨天出丑闻了 你的封面图只要把人往那封面上一放 点击率都不会差 提醒了视频的长短 也是影响点击率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你一看到封面图 我想看看 但一看我时长一个半小时 不点了 或者是讲 一看这个封面图看起来不错 但是一看只有三十几秒 五十几秒 我懒得点它了 太短了 肯定没有真正的东西 所以时长也是影响的因素之一 但是主要来讲 还是封面图的本身 那么一大堆的封面图 它在滚动的时候 它在滑动鼠标的时候 它有没有一个东西吸引它的注意 我前面讲过的 通过颜色 通过表情 通过人物 各种各样的东西 能吸引住它 然后就转发成一个点击 转发成一个有效的观看 好 知道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数据以后 说你的这个频道去跟这个对比 大概的你知道你现在是有多大的提升的空间 接下来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是我的一期视频 大家注意看到 这个就是100天吃的猪 这个视频是9月1号上传的 到现在它整个视频的生命周期里头 是展示的点击率是15% 这是相当不错的 跟刚才那个数据里头你看15%的话 在最后的一档 首先你可以看到我给你看的这张图 它是展示的 是展示点击率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这个展示点击率 是显示是一个曲线 你有个数字15% 但是它这个数字是不断的在变化 15%是整个生命周期计算下来的平均数 但是你可以看到最低的这一天 只有1.3% 第一天特别高 有20.5% 你看每一天它都变化 每一天都变化 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更详细的图 我点击展开 我们添加另外一个指标 来展开对比就是展示次数 这两个放在一起 你就能看得更清楚 第一天你看第一天展示了4万多次 展示点击率有20.5% 所以第一天的效果就非常棒 第二天开始下降了 只有19.5%的点击率 有18000次的这样的展示 也相当不错 所以它能在这个地方高位能待得住 紧接着第三天掉下来了 只有12.8% 所以它由于点击率的下降 导致它的推荐也会下降 所以它的展示次数只有7000多次了 然后在这个高度上又稳定住了 13.3% 你看这个展示次数又开始往下滑 因为这个视频超过48小时了 新鲜度不是那么大了 所以它下滑 再下滑 这是第一个波谷 展示点击率只有8.8%了 是10%以下了 这个时候你看 展示次数又严重又下降了 变成了1648次 好 你可以紧接着看下面也出现 波谷 波谷 波谷各列低 你看到这一天 这一天的时候展示只有355次 然后的话 整个的展示点击率只有3.7% 4%以下 就是最低的那一档了 也就是说 这个视频是不是会从此就消亡了 再也得不到推荐了 不是 你看 它有我继续尝试 给我推荐 第二天有255个 注意看 这一天是355 然后它的整个的展示次数下降 因为你这个点击率只有3.7% 但是虽然展示的次数的下降 从355变成225 但是你看它点击率提高了 从3.7变成6.2 它想 这个还不错 我继续给你推 262 又变成5.7 那不错 它就继续给我推 你看这个时候317次的展示次数 然后点击率稳定在百分之十几个点 所以你看它又紧接着 从317次第二天讲 你这个12.3%是个不错的点击率 所以它的第二天的推荐 从317变成了405 我多给你推荐 我给你看这个数据 就是告诉你 这个整个视频的一个生命周期里头 你这个点击率非常重要 它平台不断的给你尝试推荐 点击率一旦上去 它马上它的流量就会跟着上去 就这样一个道理 你看到这个波谷 这个波谷 你的点击率前面一天 3.0好差 168 然后你看第二天就变成150 点击率更下降 这1.3%好差的成绩 那怎么办 它并不是讲 我就从此把这样一个视频 关到小黑屋 它还会给你不断的机会 紧接着第二天 它尝试另外的一群人的推荐 它会不断的讲 喜欢这个视频的人 也可能喜欢这个视频 它给你尝试不同的方向 就给你推荐出去 这一天你看 你看这一天是150 第二天多给了你29个 变成179个战士 这个179推的好 有11.2%的人 点击进去观看 你看这个点击率 就从1.3%变成11.2% 飙升 那它紧接着就要跟上 179稳定 189 你看这一天猛推一下子 1417 你看从189变成1417 给你流量 这两天还有一百多次推荐 这个点击率有6.3% 所以每天也会有那么十几二十次的观看 所以我花时间给你讲这张图 就是告诉你整个的这个视频的生命周期里头 不是讲48小时 没人看就给你关小黑屋了 不断的油管在尝试给你推荐 一旦推荐的时候 点击率急剧下降 他就知道我推错了人 他马上就自我检讨 我下次应该推荐给另外一群人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视频 在他生命周期里头 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表现 就通过这样一个曲线 你就能够深刻的理解 他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把握了这一点 你就会更有信心 去做一个有长期的生命力的这样一个节目 好 希望今天通过这样一个点击率的 这样一个数据的讲解 能让你深刻的理解 整个的这平台上面的 这个视频的展示和点击 是什么样的关系 提高视频的点击率 是对延长整个的视频的生命周期 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达到一个高的点击率的核心秘密 就是做一个吸引别人眼球的封面图 这是整个的一整套的逻辑 希望我今天这些讲解对你有所启发 谢谢 再见